蜕变计划提问 如何打造一个更和乐的社会 从新城市孝道 从听话到感话 从小到大 我都不是牙抑家长心目中完美的小孩 我不是一个以经济为主 以家庭为重的阳岗男子 我觉得我无法达到父母的期望 所以我一直有一种自己没进到孝道的感觉 矮善孝为先 孝道是我们中华文化里最重要的一个观念 时至今日 孝道还是时常被提倡为家的根本 这样升职的文化和观念 让自觉不孝的我 一直觉得家里似乎没有我的容身之处 为了弥补自认的缺陷 我曾不断地努力做出一番成就 希望透过得到父母的认可 可以赎回我的孝顺感 但不管我怎么努力 那份我需要的认可 好像越来越难被满足 即便筋疲力尽 我仍持续继续讨好 近期我发现 这种对传统价值观的矛盾 似乎也出现在许多和我一样的 亚裔侨民身上 如同我觉得我需要证明自己是个孝子 许多侨民也认为我们需要证明自己是个良好市民 我们循规蹈矩 轻轻恳恳 奉命为警 就为了可以成为模范少数族裔 我们认定了只有听话 我们才有机会在加拿大求得一席之地 所幸几年前我发现了孟子对孝道的看法 孟子所提倡的孝道中 听话跟敬重是必须的 可是盲从确属不孝 于里有不孝者三世 为阿易屈从 献亲不义 依不孝也 若父母犯错而不劝说 使得他们陷入不义之中 实为不孝 孟子的观点道出了一个重点 听话 服从 并非孝道之根本 孝道的本意在于如何侍奉父母 确保他们安好 即便当下需要忤逆他们的意愿 再者 孟子认为 保持个人操守德行 是行使孝道不可缺乏的 孟子的言论 改变了我面对孝道的方式 我不再一昧地借由讨好父母 来证明自己孝顺 而是探讨我要如何 精进自己的个人品德与品格 孝道并不取决于 我是否符合父母树立的形象 亦或是 我是否得到他们的认可 而是 我是否有能力照顾他们的需求 透过对父母的关怀 我找到了一个 不用透过否定自己 就能得到的归属感 我主张 我们也应该将孟子的孝道理念 套用在我们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上 我们必须舍弃服从 面对社会不公的时候 我们有义务发生 因为这是我们对社会关怀的体现 我们必须持续地学习社会议题 才有能力跟智慧将社会导向更正面的未来 如同我透过关怀父母得到我的归属感 如果我们想要在这边异地找到归宿 我们可以从对社会的关怀做起 我们请不要在里面 在那里面 到台aca 从 quot盖城里面 可以在放一мет 之前 点重啷 也不能在饭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